好 距離2022台北市長選舉 還有將近兩年的時間 那麼現在各個陣營已經摩拳擦掌 提出可能推派的人選 那麼傳出民進黨可能推出 防疫有功的衛福部長陳時中 來繳筑台北市長 那麼昨天在行程當中 行政院長蘇貞昌被問到 這一題的時候呢 是否陳時中是民進黨最佳的人選呢 那麼蘇貞昌說 其實這個行政首長由人民選出來的 所以就像帕羅蒂一樣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那麼如果沒爬好的話 也有可能會摔倒 那麼外界解讀 其實有一點點在雖然陳時中 那麼今天上午兩個人 有最新回應來聽一下 談話與大家分享 任何做任何事情 如果爬樓梯沒有爬好 就一定會跌倒嘛 我們盡量避免跌倒 受到傷害 另外 窩福部長陳時中呢 在今天上午行程當中 也針對近期美豬的議題 還有口罩的議題呢 持續的做出回應 像是呢 這個美豬的部分喔 這個萊克多巴胺的殘留量呢 其實在昨天晚間 食藥署悄悄的公布 在官網上面進行預告 那麼其中還看到發現說 如果你是散裝食品 那麼有用到豬油的這個原料呢 那麼其實可以不用標示 那麼就引發外界的質疑了 那麼陳時中說 其實呢 他這個只是一個預告 文字上面的修正 還會持續的再來檢討 那麼他個人傾向 即便你有用豬油來做原料的話 那麼還是要標示的 那麼另外針對口罩的部分呢 周刊提保在新北市 又有另外一間口罩廠商 被發現說 進口大量的中國口罩 而且混沖在馬來西亞的 盒裝口罩流入市面 那麼對此呢 陳時中說 目前呢 整個調查都還在進行當中 會在選時間跟大家公布